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用以西节书第十一章的下半段落 就是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一同来宁修 先让我们看第一个段落的经文 就是十四到十八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 你的本族 你的亲属 以色列全家 就是对大众说 你们远离耶和华吧 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 所以你当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 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 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 占坐他们的圣所 你当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又要将以色列的地赐给你们 他们必到那里 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证可厌的物 在短短的经文啊 充满着对话 是吗 首先是主对以西节先知说的 要以西节先知 对着耶路撒冷的百姓说话 那么耶路撒冷的百姓说什么话呢 是耶路撒冷的百姓 对着那一些被掳走的百姓说话 怎么说呢 说你们都被掳走了 所以你们在耶路撒冷的财产就无权无分了 讲完这个之后呢 主就对以西节说话 要以西节对着那些被掳的百姓说话 我还是充满了对话嘛 那以西节怎么对着那些被掳的百姓说话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慰的信息 他告诉那些被掳的百姓 虽然你们离开了耶路撒冷 不过你们还是有一天会归回的 不止如此 在归回之前 主耶和华要暂时做他们的圣所 意思是什么呢 前面几集提到主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嘛 其实是随着这一批被掳的人来到巴比伦之地啊 这样的信息是对着被掳的人 一个安慰的信息 让他们知道虽然被掳 但是神仍然与他们同在 之后还有归回的盼望 讲完这个之后 先知以西节就在十九节开始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灵命更新的信息 让我们来看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证可厌之物的 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要将这些被掳走到外邦的人 生命更新起来 所用的语言就是将石头的心 换成一个肉的心 指的是石头的心是顽梗的敌对神的 肉的心就是顺服的跟从神的心智 这样子当百姓更新之后 就给我们看见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了 那就是在二十节那边所说的 他们是我的子民 我是他们的神 这句话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典型的 建立盟约的时候所用的语言 意思就是神要与这群百姓重新建立盟约 哇这样一个生命更新 重建盟约的过程 就是这一群愿意跟从主的盟福的百姓 所蒙受到的极大的福气了 于是下面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记录了耶和华的荣耀 就在这一群百姓的上面 换句话说 虽然被掳仍然有盼望 虽然被掳只要生命更新 主的荣耀与他们同在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 而且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嘛 主的荣耀不在于什么场所 主的荣耀在于我们的生命品质 而这个真理岂不就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基督与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 谈道的时候所提的吗 他说你们敬拜神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 敬拜神的要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 这就是新约时代对这段经文的一段共鸣 求主带领 不论是从旧约的经文或者新约耶稣基督口中的记录 都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 敬拜神必须要用更新的心灵 跟随神必须要常常看见我们生命归回 愿主赐福让我们在教会时代 仍然因着这段经文得到提醒 落实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之中 愿神祝福你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